一双丰富手毛的手,拿起土豆穿在竹签里,该说不说的要不是仔细看还以为土豆上的小黑点是大叔的手毛呢,便可放到机器里进行加工。 果然在找洞这方面还是老得有经验,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,才能有扎实的基本功,把土豆切成一片接着一片。 把土豆摊开就像是玲珑塔一样,可以轻松镇压食客们的胃口,这是父子两人共同经营的摊位,销售的是炸土豆,土豆放入油锅,该说不烙的那油色都快改上碟子的颜色了。 看来油的时间都比大叔长,锅边的包浆不管从里到外都正大光明的给食客看,看来大叔非常的坦诚相待,让食客看到最真实的一幕,俗话说的好只有看得放心,才能吃得放心。 炸到焦黄的外表便可拿出,装在碟子上由小胖来添加调料,只有从小培养长大后才能继承大叔的一波,浇上奶酪跟绿化带,草莓汁,看来小胖年纪轻轻加料的手法,已经一点也不比大叔差了,撒上香菜和马沙拉,酥脆的土豆,一口下去满满的嘎崩脆,好吃到停不下来,大叔真是把土豆制作成最美味的样子。